《反黑路人甲》王浩迅逐鬼神出四聯邦 只堅企圖槍擊世倫卻五雙子山 《反黑路人甲》第30集大結局劇透 上回講到 世倫、王浩迅式爆炸身亡 眾女找恩怡、奉迎影式認詩、明麗、高海寧式 揭穿世倫是警方臥底 眾女難以置信 更為世倫的後視爭執起來 四聯邦要再選助館 高斌、張鎮朗式願意入聚長家 與智深增助館 眾人同意投票前由偉神站代助館 榮章、石修式 為因而故用駭客過類警務人員的手機訊息 查出有手機於長家三父子被殺後數分鐘便接獲通知 清水為替世倫報仇 意圖殺掉子堅 智深涉嫌謀殺被警方通緝 高斌也因身份敗露被偉神手下追殺 偉神打算以暫代助館身份解散四聯邦 細倫突然出現 反黑路人甲大結局講到 細倫逐偉神出四聯邦 地盤由加槍接手 智深向偉神要求四千萬來逃離香港 並綁走子山作要脅 司徒信搜查工下單位 欲取回定幫的手機 高斌先一部帶著手機離開 卻逃不過司徒信的追捕 偉神向細倫求助 說智深要求細倫現身交贖金換回子山 細倫即應運 細倫單挑智深 擁救子山 指堅企圖槍擊細倫 卻誤傷子山令他後腦受重創 司徒信鴨高斌網見見得 並把手機交給見得一個月後 細倫在醫院面對著手術後昏迷的子山